申報的要點,來申報我們會把他公告在... 對,但是經過了一段時間他不理你嘛 你還有什麼後續的作為可以做的? 我想我們可以再去拜訪他們的負責員或者是相關的... 什麼時候可以去拜訪?一個禮拜內可以去嗎? 我們就盡快去拜訪 好不好,請再繼續跟他聯絡,然後一個禮拜內再去拜訪 是 好不好,那如果沒有的話,有什麼方式可以處理的? 如果他還是持續不理你的話? 我們就跟社會大眾報告說看看他們的觀點是什麼 我想這社會的觀感很不好啦 我想對一個已經大家高度質疑了 而且已經部裡面也來要求提供這樣資料 我想這財報資料是應該要公開的 讓大家知道到底是怎麼樣的 那連這個東西都不願意做 我想部裡面應該有更積極的作為 這可以嗎? 剛剛我已經... 好不好,一個禮拜內去拜訪,請再次的那個 然後... 除了這個以外,救國團的部分其他部分有沒有要做什麼處理的? 救國團或者是其他部分 救國團應該他們有... 有沒有任何的消息? 都有申報嘛 他們是屬於社會團體,並不是政治團體 所以他也不適用政黨及政治團體財務申報的要點 好,請你們持續的來追啦 我想社會對這些事相當關心啦 那再來... 我想請問一下,現在我們的政黨總共有多少個? 296 那現在有多少有定期召開大會? 您知道嗎? 呃...我們大概約有一個數字啦 大概50個以內啦 50個以內啦 那有推出選舉有推出候選人代表多少? 呃...有25個政黨有推出參與各級的這個公職人員的選舉 那其中有18個 有在上一次的立法委員有推薦的政黨 呃...這個部分區的這個代表 所以次長也同意啦 其實我們現在的規範的部分過於寬鬆啦 政黨其實應該要做更多的一些... 政黨機制我們在這次的... 所以我看到你們已經有叮嚀進來了 我過去啦,有遊說法,有政治獻金法 也應該盡速把政黨法的相關的體制把它建立起來 讓我們的政黨更完善 那我還是要提啦 其實從開放黨禁到現在來已經30年了啦 30年了,但是... 呃...從包括...最早的時候1978年開始 就有立委提出來要制定政黨法 中間有很多立委提過啦 那院裡面...呃... 相關的法案大概到將近2000年的時候才有 包括院版提出來啦 相關的一些... 那包括後來也各個包括親民黨版 包括國民黨...大家也陸續都提出了相關版本 但是到了現在... 呃...為什麼都沒有通過 次長,你的了解 大概是大院的這個... 呃...大家...啊...這個... 見解還是不一致吧 怎麼樣的見解不一致 呃... 我想不是... 難有決定的答案 我看你是不方便說啦 但我必須說的 如果不是國會政黨輪替 我想政黨法... 呃...應該還是沒有辦法進入到實質審達的階段 所以我說... 因為國家的制度的健全 我認為這也是轉型正義的一部分 能夠讓整個台灣的民主化走向更健全 其實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環 透過整個國會的政黨輪替 像這樣的法案才有機會進來 所以我希望...呃... 更健全的一個國家 更健全的一個政黨體制 那再來剩最後一點時間 我想請教一下 那個... 政黨... 剛剛提到齁... 市長3.5的部分啦 政黨一些補助的部分 對...這個部分... 市長剛剛有提到啦 其實你也認為這個部分其實是偏高了 因為我們看到這一次幾乎是除了大黨以外 兩大黨啦齁... 那現在只剩下兩大另外兩小 齁...有辦法 所以其實... 很多多元的聲音其實並沒有機會去被呈現出來齁 那我認為有很多... 小黨很有理想性也很有代表性 我也認為其實應該要著語來調...調降啦齁... 讓更多多元的聲音來呈現 然後讓整個... 呃...各種民意的部分能夠在立法案來呈現 這有助於整個台灣未來的民主走向 市長同意這樣的進捷嗎 這是我們同意的 也是這個3.5也是可以再討論 如果您個人的專業來看的話 你認為是... 或者不理的專業是可以降到多少 是一個...您認為是一個可以... 世界各國大概都不一樣 也有二的也有千分之五的 那當然就是... 我們認為就是說 因為3.5我們之所以會提示 因為去年... 各個政黨啊 已經有一個在這個所謂公主人員選報法裡面 已經有這樣的門檻 所以我們是... 贊成就是說 如果大家... 市長您建議 從你們角度 你們認為大概多少會是一個... 這個我覺得我們只要試算一下 大概再提供給... 2%嗎還是... 2%到3.5我覺得也都合適 都可以那個了 好...謝謝市長 謝謝 謝謝 接著我們請喜蘇華委員 謝謝主席 請主席有請內政部陳次長 市長今天很忙喔 政黨運作其實是每一個現階段大家的現狀都符合的一個在立法院的狀況 並不是說因為了換人執政之後我們才開始要討論政黨法 我們大家都同意讓一個正常在運作的一個黨 可以特別是有接受政府補助的政黨 都能夠接受我們的一個規範喔 這個我想跟政黨輪替並沒有關係啦 那我們呢原則上我們的這個民主的一個原則跟立法的一個精神 無非就是希望透過我們的一個更明確的規定 讓我們所有的政黨同時能夠對很多的民眾來做一個交代喔 那我要在這裡請教次長喔 我們在奠定這些過程的這個內容呢 有關於政黨的組織的活動 比方說像黨員如果他在遭受除名啊 還有入黨退黨這些的情勢有被政黨處分 那我們相關的救濟 是不是需要在我們政黨法裡面來明定 呃 我們不認為是說政黨法要定到那麼細 因為這些屬於政黨本身呢應該是他的章程裡面 是 要自己去訂定來自律 好那我要請教如果像他內部有一些會選狀況的話 像現在有些的政黨對於自己的黨內的要求都特別的嚴格 也比照了很多的選罷法 那如果說他們在內部會選的話 我們有相關的這些在我們的這個過程當中我們需要去明定嗎 你覺得我們應該要介入嗎 至於這個會選的部分啊 政黨內部選舉的會選 我們這次在政黨法裡面我們把它列進去 是 因為如果只是憑著他的章程的話 恐怕檢調機關大概也很難 就是說他是不是有違反相關的這個刑法 所以我們如果在政黨法裡面把它 我們這次是有把它列進去 好 好那我再另外請教 政黨法呢他應該是有一個專章的規定 就是政黨應該要禁止來經營或者是投資各項的一個事業嘛 那包括媒體的部分 是不是在這次也有一併來做個討論 有 不得於政府機關機構公營事業機構行政法人法院軍隊 設置這個黨團的組織 那至於是說經營也不得經營營業事業 那當然是媒體的這些都是禁止之列 好 那我再請教這個次長 次長您剛剛有回答說現階段我們有多少的政黨在全國 296 那在去以去年為例啊 去年有多少的政黨提出候選人 去年一共有25個政黨提出候選人參與